简安山公所是在阿美文物馆联合乡内八个文件站举办了成果展 现场有三百位文件站长辈带来动态精彩表演 也有将手工艺智慧和生命故事连结的静态展览 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而这个展期呢就是起到11月7号 有兴趣的民众也可以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长者们跟着音乐旋律摆动身体跳出传统的舞步 这是17号上午简安山公所集结的乡内八个文件站 到阿美文物馆举办的联合成果展 三百位长者以接力方式呈现律动舞蹈 传唱出生命乐章 一旁的静态展览更是展出了文件站长辈们多年来的写实成果 每一样作品看起来都很精美 而这些全部都是来自长辈们的巧手 谢谢我们所有八个文件站的志工 为我们开启了老人照护跟养护的工作 在七个阿美族的健康站 跟一个我们德鲁库族的这样的一个健康文化传承里面 我们看到影法的长辈 我们的长者乐活在这里快乐的学习 充满了幸福跟爱的感受 今天特别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呈现在我们的展场上 也让我们所有文件站的长者来做乐活的运动 来分享各个文件站不一样的手工艺的创作 满是感动的作品 我们相信他们眼睛也花了 动作也迟钝了 但是还是很认真努力的 在创造出每一个作品的精彩 我们谢谢他们过去为我们开启的社会服务 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劳碌 我们希望在年长的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承担起老人安养照护 跟社会福利的推展 吉安厢长游淑珍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展览活动达到相互交流 相互成长的效果 期望在多元族群理解包容下 迈向一部落 一聚会所 一文件站的愿景目标 而这项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7号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借许丽琴吉安厢报道